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Serena的厨房 今天来分享一种玉子豆腐的超简单吃法 它顺滑的质感和鲜甜的风味 随意逃味都会变成美味的料理呢 酱烧玉子豆腐 只需要四种材料就可以做出来哦 说是酱烧,但其实也会先煎过 玉子豆腐也叫做鸡蛋豆腐 是由鸡蛋以及日式高汤为主做出来的食物 这是其中一种包装 沿着虚线的指示切开就好 记得要用锋利一些的刀子 不然很容易切碎哦 这样变成两半之后 将玉子豆腐从包装里取出来 再挤出来的中途不能停下来 不然包装袋会把豆腐切断哦 玉子豆腐超级嫩 一定要轻轻操作步骤 那接下来就将它切成厚度一厘米的厚片 像这样放在一旁再用 再来是准备酱汁 加入一点点淀粉 和热水调适均匀 由于蚝油本身比较浓稠 用热水化开可以帮助在下锅的时候均匀裹在玉子豆腐上 同时加入淀粉 就不会让酱汁太稀 现在就可以来准备任意平底的锅子 淋上多一些的油 味道不重的油就好 开中小火预热 稍微在锅子里刷均匀 然后将玉子豆腐表面裹一层淀粉 记得拍掉多余的粉哦 那这个步骤一定要在马上下锅前才能做 不然淀粉会吸收水分变得黏黏的 可以边做这个步骤 边将玉子豆腐放进锅里 等到表面变成浅金色就可以翻面了 两边都变成金黄色就可以 淋入之前准备好的酱汁 立刻调成小火 紧接着就翻面 全部翻过来就可以关火了 喜欢吃辣的话可以煎一根小辣椒 搭配一起享用 玉子豆腐变成这样就做好啦 一定要快快吃掉 不然淀粉会把表面变软 变成黏黏的哦 酱烧玉子豆腐表面裹满了厚厚的蚝油酱汁 里面是原来的鲜甜口味 再加上稍稍煎制过的表皮 有一点点脆的感觉 可以体验到口感和风味上的多种层次 别看它是这样简单的调味 绝对有让白米饭一下子就能消失的实力哦 那么这期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分享 可以的话请帮我按个喜欢和订阅哦 也可以开启小铃铛 获得最新影片提醒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支持